贝尔 你怎么弄成这副样子 你的礼服呢 母亲 发生了一点意外 您别问了 可是那套礼服是我为了今天的宴会特地帮你定制的 算了 时间紧迫 宴会马上开始了 马车上还有备用的礼服 你赶紧去换上 是 母亲 素素 你刚刚去哪了 为什么穿着女主的礼服 放心 我没干坏事 今天的剧情节点很重要 你可别搞砸了 有什么重要角色会出现呢 当然 男主女配大反派齐聚一堂 有好戏看了 你老实完成你的任务就行 喂 看到阿格斯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了吗 真恶心 拉萨姆公爵旗带摩塔 否则早就废除阿格斯继承人的位置了 嗯 不是说自从艾玛夫人失踪后 摩塔便和拉萨姆家族切断联系了吗 艾玛夫人 小叔的反派 告阿格斯的生母 摩塔主的亲妹妹 发现拉萨姆公爵出轨后离家出走 失踪已有十年 拉萨姆家族之争中 公爵有心让小儿子希儿继承家业 奈何摩塔从中干预 他不得不一碗水端亭 阿格斯大人 那两人需要立刻处理吗 等宴会结束 别给国王陛下添麻烦 是 拉萨姆公爵若真的想将家族之卫传给他 哥们就不会再生下小儿子了 阿格斯就是个被母亲抛弃 被父亲嫌弃的可怜虫 喂 知道吗 贝尔他爸妈离婚了 听说他妈跟男人跑了 哇 真的假的 主管被甩了 那男的家里不同意 借口吧 就我三年都不结婚 我看就是有小三了 被甩不无意 陪人要 可怜虫 神们总说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但它也是世界上最锋利的武器 能够上任命无形 最烦这种背后非议别人的人了 我说是什么东西这么臭 原来是两只在背后 受别人坏坏的臭虫 赶紧给我闭嘴吧 没教养的家伙 你 你谁啊 我们骂阿格森关你什么事 我 贝尔克伦 骂的就是你们 垃圾 有骂声没骂养 你又跟人打架 身为拉萨姆家族的进程人 你太令我失望了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从那时候我就明白 这个世界上 不会有任何人 替我遮风挡雨 我能依靠的 唯有自己 原来是落魄的克伦家呀 你有什么资格 替阿格斯出头 你该不会是他的爱慕者吧 真是痴心妄想 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怎么哪里都有一群苍蝇 吵死了 阿格斯 你们找到我和贝尔小姐的亲近了 麻烦给我滚远点 抱 抱歉 我 我马上就滚 妈妈喊我回家吃饭了 阿格斯大人 我先走了 两个欺软怕硬的怂祸 菲尔小姐 怎 怎么了 你爱慕我呢 我猜错了吗 我想不到更有说服力的理由 解释你刚才的行为 请 请等一下 阿格斯大人 我想您问回了 我教训那两人 真的只是单纯看不惯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并非爱慕我 没错 我对天法使 对您绝没有任何情愫 一定点都没有 和反派BOSS搞CB 我是嫌自己命太长了 烟灰马上开始了 先失陪了 为什么知道了真相 心里反而发毒 谢尔大人 抱歉 虽然李老师认真教过了 但我还是第一次 在正式场合跳舞 可能不太熟 没关系 跟着我的步伐来就好了 我会带领你的 别担心 好 谢尔大人 真的好温柔 还有那位也是 换上我的礼服 去参加舞会 别耽误了 别误会 我不是在向你设好 而是还上次 你帮助我的人情 虽然 我很笨拙 许多大事经常后知后觉 但我从小对好人的直觉 从未出错过 贝尔小姐 是一个好人 为什么父亲和谢尔的第一支舞 都是和那个女人跳 凭什么 宿主 别怪我没提醒你 刚刚花园你已经错过一次机会 如果这次再失败 就准备接受惩罚吧 放心 等会我的深情表白 我会让女主见识男主在路人圈的臭饭魅力 好 别再让我失望了 干八变 不过 我有点心疼女主 为什么 因为男主西尔 是发现海地生涛栏目的身份后 才对其产生情愫 女主对男主一片真心 男主对她的爱却夹散了利益 你狭隘了 身为小说的女主角 有诸多光环加深 无数美男为她前赴后继 她就是命运的宠儿 无论过程怎样 结局一定是美好的 命运的宠儿 是啊 生活里并非每个女人都有女主光环 更晚一点 与其指望男人绑架护河 或是强大自我 属命运的主人 宿主 别发愣了 时机已到 赶紧去向男主告白 弄着干嘛 告白啊 糟 糟了 原住中 国王只在生日夜宴开场录过面 后续便没有了相关剧情 如果不趁现在向国王献躺 就会错失机会 再多被寂寞掌控局面 我要去向仙儿表白 还是找国王谈事情啊 刚才跳得很好 你很有舞蹈的天分 哪里 多亏有您 我才没有出球 接下来我有点事要离开 你能自己应付宴会吗 没问题 请您忙您的事吧 你对于社交圈来说是生命恐 如果有贵族想冒犯你 抱你父亲蒙巴顿公爵的命会 想必他们不敢乱来 父亲 纳姨 我在姐姐房间外 听到了不得了的对话 母亲 您意思是说 父亲想要谋逆 自己当国王吗 嘘 这话不能对外乱说 你我知道就好 等你妹妹嫁给希尔 祝她成为拉萨姆的家主 便是你父亲夺位的最佳时机 我虽然很喜欢希尔大人 但我也不能背叛父亲和家族 要是这时候 有个值得信赖的朋友 能商量就好了 希尔大人 你是 贝尔小姐 能耽误您点时间 说几句话吗 是她 这位小姐 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喜欢你 这是我她第一次见面吧 不然二话不说就告白 贝尔小姐居然喜欢希尔大人 祝祝 干得好 女主耐心动摇了 再加把劲 收到 所以呢 您愿意和我结婚吗 什么 她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天啊 贝尔小姐 居然当众求婚 好勇敢啊 希尔大人 我喜欢您 我想成为您的妻子 可以吗 从小到大 我和母亲 作为拉萨姆家的一员 地位十分尴尬 父亲拉萨姆公爵 在没和爱玛夫人 离婚的情况下 与我母亲相恋 并生下了我 大部分贵族 视我为私生子 瞧不起我 传统派更是认为 我血缘不纯 不足以担任 拉萨姆家的下任家主 很多贵女喜欢我 却又因为我的身份 地位而迟疑 这一切都是 我父亲的错 从来没有人 来到我面前 把喜欢两个字 喊得那么大声 难道因为 克伦家落魄 没请人教她礼仪 才使她的行为 如此粗略 比我喜欢的女孩 差多了 海地是那么帅真无险 抱歉 我不能和你结婚 露露 我现在要是说 行的没事了 是不是就崩人设了 没错 好的 感谢您的回应 普姓男 什么意思 形容一种 非常自信的男人 我夸他呢 我怀疑他在骂我 但我没有证据 夫人 找到小姐了 小姐她和拉萨姆家的公子在一起 阿格斯 又是她 不 不是的 是拉萨姆家的二公子希尔 她什么时候又认识了希尔 她不是新有所属阿格斯吗 小姐会不会脚踏两只船 让她不敢 在那两位中间周旋 不是脚踏钢丝跳舞吗 露露 我这次完美完成任务了吧 没错 恭喜你 正在结算任务中 你到家时 差不多能激活奖励了 太棒了 原来作为路人的任务一点也不难嘛 什么 贝尔可能向希尔求婚 是的 阿格斯大人 所以她不喜欢我的理由 是因为喜欢上了我的死对头希尔 她这是在耍我吗 也 也许有什么误会 今天 应该是贝尔小姐第一次见希尔大人 还对她一尽钟情 和希尔说话的女人是谁 好像是克伦家的千金 她为什么会认识希尔 听说 克伦伯爵刚去世 家里就剩她一个继承人 她不会想攀附拉萨姆家吧 哼 就凭她 一个海地不够 又来一个做白日梦的 贝尔小姐 我家小姐有请 你跟小姐是谁啊 蒙巴顿家的莎莎大小姐 洛洛 女配找我干嘛 大概是看到你和男主在一起 想请告你一下吧 真是服了 贝尔小姐 我和你一起去吧 姐姐估计是知道贝尔小姐 向希尔表白 顾此 想为难贝尔小姐 谢谢你的好意 海地小姐 但是不必了 嗯 傻丫头 这一去 我们俩都得被你姐姐剥蹭皮啊 抱歉 请转告你家小姐 我有点忙 改日再约 哦 不知道贝尔小姐要忙什么 莎莎 她怎么不请自来了 其实我今天主要是来相亲的 我现在就要出发了 抱歉 莎莎小姐 下次有空再聊 相亲 那为什么还要招惹我 啥 就相亲对象还四处招惹别家公子 你的相亲对象应该不是拉萨姆家的公子吧 啊 果然得被包层皮 嗯 她相亲的对象是 她可死 什么 反派子灭来了 她怎么会出现在这 她一向都不喜欢嘈杂的环境呢 跟我走 啊 等 等一下 啊 你要带我去哪儿 等等 什 什么情况啊 你不是喜欢我吗 今天要不要做我的女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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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了走 啊 啊 洛洛 现在怎么办啊 啊 事情发展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我爱莫能助 呵呵 要你何用啊 洛洛 没办法了 恨一把 嗯 啊 阿格斯大人 请您放开我 啊 她要为了希尔拒绝我 嗯 哥哥 这是我的女伴 你想带她去哪儿 贝尔克伦 刘文洛 救命啊 不是上辈子德哥的这两兄弟吗 嗯 加油 宿主 啊 贝尔小姐看起来好为难的样子 可恶 这个花瓶 竟然得到了拉萨姆家两位继承人的青睐 嘿嘿 嘿嘿 希尔大人高大英俊 精明强干 才华横溢 我 我喜欢她的一切 这个回答 您还满意吗 男主 我 贝尔克伦 你竟然是看中这些的人 啊 我原以为你和别人有点不同的 自从那个女人出现 生下希尔 我的人生彻底颠覆了 明明我才是拉萨姆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父亲却将一切宠爱都给了希尔 我不理解 从小到大那么努力 到底哪方面不够优秀 所有人都喜欢希尔 多多 你要不要看一下反弹 她脸都绿了 听到了吗 哥哥 强扭的瓜不甜 贝尔小姐不喜欢你 男主你可真贱啊 这时候还伸风点火 跟面对海地是简直盼入两人嘛 小说里 除了女主海地外 一切女性都是男主的工具人 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这么对比 反弹阿格斯讨喜得多 起码她从不利用任何女人 希尔拉萨姆 你是在故意激怒我吗 我只想让哥哥认清现实 我要强迫淑女 贝尔克伦 我再问你一遍 跟不跟我走 希尔和蒙巴顿家的两小姐不清不楚 她来烫这道浑水早晚吃亏 离谱 我到底为什么要管她现实 这简直太不像我了 我 随便来跟谁救救孩子吧 贝尔 你在这儿啊 救星 你就是我的救星 走吧 带你去相亲了 太好了 我最喜欢相亲了 贝尔 一会儿相亲 你务必谨言慎行 国王陛下只有阿伦德尔侯爵一个孩子 只要你能嫁给他 以后就是帝国的皇太子妃 你明白吗 明白了母亲 久等了侯爵大人 夫人 乔夫人说的 毕竟是等未来侯爵夫人 这点时间不碍事 又见面了呢 贝尔小姐 夫人您还是光彩照人 你这嘴可真甜 快来 我为你介绍一下我儿子 初次见面 我是乔基阿伦德尔 看母亲没骗你吧 贝尔小姐生得一副好面孔 母亲说的是 小姐就如春日红玫瑰般美丽 不好意思 让你们见笑了 贝尔啊 确实是家族里长得最漂亮的女孩 就是吧 学习不好 不像阿伦德尔红爵 才华横溢 这些人 他们巴不得我脑子不好 为什么 你以为阿伦德夫人 真心想让我和她儿子联姻啊 不 她只是想找借口 把我献给国王 原住里 国王喜好每次 早年应出轨皇后贴身侍女后 与皇后决裂 皇后为了报复国王 拒绝到神殿与国王离婚 使依图尚未的小三们 一招梦碎 儿子 你真心都棒了 包括国王最爱的情妇阿伦德尔夫人 这些年 阿伦德尔夫人眼睛自己开始色衰 为了稳住国王的心 没能齐约为儿子挑选婚配对象 实则是在物责貌美女性 作为棋子献给国王 以此稳固自己的地位 不得不说 真是狠人 为了权利可以背叛主人 利用我儿子 那你现在的处境岂不是很不妙 你打算怎么办 慌什么 将计就计吧 他们想利用我的美色接近国王 不还正愁没机会献堂呢 我要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乔姬 我和克伦夫人有些话要说 你能带贝儿小姐四处走走吗 我的荣幸 那么 请吧 贝儿小姐 初次见面 我们可以互相了解一下 嗯 贝儿小姐 平时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喜欢钱 很多很多的钱 有钱使我快乐 男人是会影响我挣钱的速度 贝儿小姐还真是无时啊 哈哈哈 这女人果然如母亲说的一样 空有一副好皮脑 实则俗气不堪 蠢奔至极 侯爵大人呢 您喜欢什么 我平日里喜欢说几一些话 果然 原助理 男配乔姬 独爱女配莎莎 因为莎莎喜爱画画 她就偷偷收集心爱之人的画收藏 隐晖表达自己的爱意 贝儿小姐 这是我父亲的休息室 我想顺便去问候一下她 你愿意和我一起吗 这 会不会不太好啊 愿意 我愿意 等的就是这一刻 前线传来你父亲打了圣章的消息 这些年帝国的版图能迅速扩大 全依仗你父亲 这是应该的 拉萨姆家族誓死效忠陛下和皇室 等我成为家主 我也会如同父亲一样效忠你 陛下 是吗 那我会期待那一天到来 国王陛下 阿伦德尔侯就来了 让他进来 见过帝国的太阳 贝尔克伦 怎么又有她 这女人一天到底要和几个男人纠缠不清 啊 散派怎么也在这里啊 周周明 你俩很有缘分 我可是孽缘吧 这位是 孙靖的国王陛下 我是贝尔克伦 我就说这副面容为何如此熟悉 原来你就是米娅的女儿 您认识我母亲 哈 当然 你和你母亲 简直像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当初 你母亲在帝国受到无数贵族子弟的追捧 我也曾是她的爱慕者之一 不过 最后你母亲选择了克伦伯爵 对于你父亲的离开 我深感遗憾 节哀 皇王和我那天一父亲 竟然会是情敌 皇室和克伦家疏远的原因 不会就是这个吧 母亲说的果然没错 老家伙爱的人不是皇后 也不是她 而是那个蜂蜜帝国的卑贱无稽 将她送到老家伙面前 果然是正确的选择 这女人当真对自己的美貌毫无察觉吗 明明提醒过她 要是被国王看上 她这一生就毁了 贝尔小姐怎么会和乔姬一起来 母亲今天安排我和贝尔小姐相亲 我本想带她四处转转 刚好路过您的休息室 您觉得贝尔小姐如何 米娅的女儿自然很好 好的不能再好了 简直和米娅一模一样 自从米娅拒绝我的室爱 嫁入克伦家 我边暗中施压是克伦家族落魄 本以为能让米娅改变心意 结果那女人至死都不愿意离开格纳斯 既然此生得不到米娅 那得到她的女儿也不错 先找个借口留下她 等生米煮成熟饭后 任她插翅南飞 贝尔小姐既然来了王城 不妨多待几天 与乔姬互相了解一下 乐意之急 国王陛下 等我拿到绝位丰兽壮 便无人能插手我的周山大事 这个蠢女人 她知道自己现在处境多危险吗 对了 国王陛下 我今天特地为您带来了一件礼物 想求您帮我一件事 什么事 今还要你特地准备礼物 稍等一下 礼物 她又想做什么 换取绝位的蜂蜜 已经被她寄母没收了 陛下 这就是我要送给您的礼物 希望您能尝尝 尝尝 这是什么 食物吗 是糖 你确定这些亮晶晶的颗粒能吃 当然 陛下 这不是什么危险的东西 只是一种普通的调味料罢了 这是 阿格斯 瞧鸡 你们也来尝尝 没想到贝儿小姐 带来的糖 竟和蜂蜜味道如此相似 听说我之前送她的蜂蜜 被她寄母霸占了 还有送拿稿来的这个东西 简直闻所未闻 这里的人们信奉花神 而且各国间最受欢迎的食物 没过蜂蜜 因为养蜂只有神职人员才被允许 所以蜂蜜的主要流通渠道来自神殿 而其中佛莱帝国的皇家商会 是目前最大的蜂蜜代理商品 其他国家出现能够代替蜂蜜的东西 对佛莱帝国而言 将是致命打击 贝尔克伦做的每件事 倒是总能出乎我的意料 贝尔小姐 能告诉我你是从哪找到糖的吗 不愧是米娅的女儿 居然为我带来这么大的惊喜 尊敬的国王陛下 这些糖不是我找到的 而是我亲手制作的 亲手制作 她居然还有这种本事 贝尔小姐懂得致糖 是的 国王陛下 你献上的礼物我十分满意 你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如果她说的话是真的 恐怕计划要改变了 我希望您授予我伯爵之位 什么 她想提前继承爵位 不行 是要母亲还怎么操纵她 我就知道 爵位不是问题 但只是这一小袋糖 恐怕还不够分量 如果贝尔小姐 能把质糖配方交给我 我不仅能让你提前继承爵位 还能帮你换一个附属的领地 你觉得如何 哥纳斯领地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酒 国王提出的方案急剧优惑而已 她会怎么选 抱歉是我拒绝 国王陛下 贝尔小姐 第一是为你好 把这种东西握在手上 对你这个年纪的小姐来说 很危险 陛下 治糖法是我父亲留下的遗物 是我不能出让 但我准备在格纳斯创办商会受糖 如果国王陛下愿意出资 我可以给您受糖的五成利益 好 好 就这么说定了 我让拉萨姆小公爵 带你去办理寿勋文件 需要一周时间 这一周 贝尔小姐就暂且在王城住下吧 是 国王陛下 好耶 成功了 贝尔小姐胆子不小 竟敢跟国王谈条件 要知道刚刚 你大凡说错一个字 脑袋就得搬家 阿格斯大人 我的腿都吓人了好吗 废物 一件小事都办不好 我让你带贝尔克伦去诱惑老国王 你却让他顺利继承了爵位 对不起 母亲 我也没料到 他胆子那么大 事到如今 那件事只能做罢了 好孩子 母亲刚刚不是故意对你发脾气的 只是老国王近来召见我的时间越来越少 我们必须做最坏的准备 只要您想做的 儿子都会尽量为您达成 你能这么懂事 真是太好了 我应该的 妈妈 乔金 当务之急 你要想办法让贝尔克伦爱上你 和你联姻 只有娶了她 你才能获得治堂的配方 让你父亲对你刮目相待 阿格斯大人 请放我下来 不是脚软走不了 国王陛下 让我带你去办理风手撞 这样行动快些 我都讲好了 能自己走路了 有哪家贵公子会这样对待淑女啊 反派报死的脑回落究竟怎么长的 嗯 差一点点焦透了 我不想帮助人 尤其是女人 你最好怀抱感恩之心 反派大哥 你对帮助人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我 贝尔 你怎么在这儿 阿伦德尔侯爵呢 他怎么说不听 又和拉萨姆家的男人搅合在一起 刚才阿伦德尔侯爵 带我一起去问候了国王陛下 他被陛下留下来了 原来如此 对了 阿伦德尔夫人 希望你在王城多待两天 和侯爵培育培育感情 愿意吗 我 刚想和你说这件事 国王陛下 已经同意让我提前继承爵位 我会在王城等待授讯文件 你先回去吧 什么 怎么可能 出发前我明明确认过 封面还在的 看来 是拉萨姆公子出手相助 帮了贝尔 不是我 事到如今 我也不怕和你撕破脸皮了 你背地里和管家苟和 还妄想抢夺他女儿的爵位和遗产 把他嫁给不靠谱的男人 这些事情 我都一清二楚 等我回到格纳斯 都会与你清算 阿克斯大人 不必在这浪费时间 我们赶紧去办理收尽手续吧 不 贝尔 那天不经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 别心软 更别回头 选择好的路 我从不回头 明明是温室交养的花朵 他身上这股韧剂 到底从哪来的呢 你制作的糖一旦曝光 利益寻新的贵族们 将会踏破克伦家的门槛 也许你真该找个靠谱的男人结婚 帮你一起守护领地和产业 你当靠谱的男人是路边的野草啊 想找就找 啊 与其奢望这种小概率事件 不如脚态实地做自己 你 要不要考虑一下和我结婚 什 什么 结婚 您再说笑吧 贝尔小姐 你看我像在开玩笑吗 不 不是 那个 阿格斯大人 我不是圣特兰地 恐怕没办法嫁给你 诺诺 怎么回事 反派怎么会突然发疯向我求婚啊 你问我我问谁啊 看你把原住剧情换活成啥样了 放心 结婚后我可以不碰你 那 在您的家主之位怎么办 我不是圣特兰地 对反派的事业可以说毫无帮助 我想成为家主 不必依靠女人 和 过几天是皇室受了一大赛 那时候再给我答复吧 这件事 我希望贝尔小姐可以认真考虑 能问下您 想和我结婚的原因吗 原住中 反派断情绝爱 一心搞事业 突然向路人求婚 实在太荒谬了 因为 你是我人生中第一个 不会让我感到厌恶的女人 不但如此 我甚至想更多地了解你 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真的很想弄清楚 啊 难道能睡一次皇宫的大宠 结果因为反派的求婚 一夜没睡后 我现在的样子 一定吵极了 贝尔小姐我们来服侍您 原来这就是生活在皇宫的女人的待遇啊 难怪那么多女人 修建了脑袋也要当国王的妃子 贝尔小姐实在太美了 谢谢快奖 早上好 啊 贝尔小姐 他们怎么一起来了 拉萨姆小公圈也来找贝尔小姐吗 国王陛下 让我负贝尔小姐在王城的起居生活 我是来替陛下送邀请函的 过几天就是皇室举办的狩猎大赛了 陛下想邀请贝尔小姐来参观 国王陛下邀请我参加狩猎大赛 啊 可我不会骑马呀 好 一火主线举酒任务 请在狩猎大赛中完成精马任务 促进男女主感情 啊 骑马任务是什么 您必须在狩猎大赛中惊吓女主的马匹 给男主希尔制造英雄救美的机会 可恶 又让我做坏人 骑马很简单的 贝尔小姐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教您 真的吗 想完成骑马任务 我肯定得回骑马吧 送上门的老师 不要白不要 我的马术比阿伦德尔侯爵好 我来教你 啊 拉萨姆小公爵好大的口气啊 我们马场上见真章 可以 什么情况啊 贝尔小姐 您想谁谁教你骑马 啊 救命 又来 人的一生充满选择 做错决定 常常使我们的努力化为虚无 灭盘后 我暗自下定决心 这一世 绝不让任何人再次摧毁我的幸福 到底要抓住谁的手 我已经有了答案 那就是 都不要 我要在路人世界独自美丽 远离所有援助主角 要不 你们比一场 谁赢了谁教我 地料之外的回答案 那么 我在休息区等你们好消息哦 加油 你吗 拉萨姆小公爵 多说无意 开始 不能让贝尔落到这种人手里 小姐 酒和甜品需要吗 不要钱吧 食物都是免费的 小姐 哪来的穷三女 在王都第一贵族马场 询问是否免费的贵女 她可是头一个 喂 看到没有 就是那个女人 她竟敢叫拉萨姆小公爵 和阿伦德尔侯爵 为她赛马 长得倒是挺漂亮 就是口气太大了吧 贝尔克伦 她怎么会和阿格斯 还有阿伦德尔侯爵一起出现 果然之前说喜欢我的话 是假的吧 这种图有虚表的女人 最好搞定 看我的 看来她马上要倒大霉了 摘花折草 自作自受 小姐 一个人吗 我的马术很不错 要不要我教你 你也想教我 那 阿伦德尔侯爵他们的比赛刚开始 你也要加入 好大的口气 你这样说话不怕得罪我吗 我父亲可是亚迪伯爵 哦 你呢 有爵位吗 我 我父亲尚在 我当然还没继承爵位 哦 很不巧 我有爵位 按照帝国礼仪 你现在应该叫我一声 克伦伯爵 否则我能以不敬的罪名 将你送进大牢 你这女人 我可从没听说帝国最近出了什么女伯爵 你少虎人 我警告你现在松开我 否则后果自负 可我七道不小 怎么 小美人 你还能把我吃了不成 拿主 疼疼疼疼 手断了 他怎么也在这儿 放开我 你没事吧 谢谢啊 我没事 滚出我的视线 别让我再看到你来骚扰我 她是我的女人 抱歉汐儿大人 我这就滚 谢谢您的帮助 汐儿大人 招风影蝶的本事不小 其中居然还包括 对女人从来不感兴趣的阿格斯 话怎么能这么说 招风影蝶 又不是花儿的错 哼 明明是哪些男人硬贴上来的 哼 诡辩 谁说 别帮人说 鲜尔大人 鲜尔大人您说什么呢 我对鲜尔大人才是真爱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偷偷看你呢 看我吗 用什么看 嘴吗 陈诚我一直盯着她 哪怕一眼她都没有在我身上逗留过 满嘴谎言的女人 诺诺 这个男主好难伺候啊 保持心态 想想你还没结算的任务奖励 说实话 你是不是阿格斯的人 他派你来接近我 歇尔大人 您这么说我太伤心了 我明明对您一往情深 怎么能是别人指使的 也对 如果是阿格斯的人 应该更有手段 没你那么笨 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趁早放弃吧 洛洛 我能多说打她吗 不行 除非你想被惩罚 您喜不喜欢我不重要 我喜欢您就够了 是个疯狂迷恋难住的路人人生 我还要扮演多久啊 真是会吐了 歇尔大人 既然我默默喜欢您就够了 是吗 那就让我看看 你的深情能坚持多久啊 我提醒你一句 我哥哥他从来不是好糊弄的人 若你想背叛他 他绝不会放过你的 那么接下来 祝你好运 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你要看一下身后 我身后有什么 贝尔克伦 他在那多久了 有一会儿了 哈哈哈 阿格斯大人 您回来了 比赛进行的如何 您赢了吗 怎么 你一眼也没看 鲁鲁 怎么办 他看起来好生气啊 哥哥你别误会 我就是看贝尔小姐遇到点困难 出面帮她解决一下 毕竟我无法眼睁睁看喜欢自己的人陷入困境 原来如此 最喜欢的男人就在眼前 哪有闲工夫看赛嘛 你咋一样怪气呢 我 我是怕看见您输的样子 会为您烧心难过 你觉得我会输吗 洛洛 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自求多福吧 看来两位需要点私人空间 我就不打扰了 回见贝尔小姐 别走啊 就那么喜欢她 喜欢到不顾自尊 被拒绝了也要贴上去 可悔啊 反派boss就是任务需要 男主 你给我滚回来啊 看着我 贝尔克伦 说真的 我从未在一个女人身上这么费心 自从你出现 我开始关注你的一举一动 无法将视线从你身上移开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让我变得不再想我 我 我什么也没做呀 我改变主意了 贝尔克伦 我等不到受力大赛你的回复和我结婚了 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 不要再看向别的男人 永远和我在一起 阿克斯大人 你这样不合礼仪 和希尔告白的时候 我也没见你遵守过礼仪 怎么 因为她是你喜欢的人 所以双标吗 不是这样的 几死人 怎么越明越黑啊 贝尔克伦 我再认真地问你一遍 愿不愿意和我结婚 我会真心对你好 守护你还有你的领地 嫁给我 好吗 不太行 阿克斯大人 阿克斯作为圆珠大反派 未来的结局 重点要成为男主的手下败将 下场的凄惨 要是和他结婚 我岂不是要给他当反派夫人陪葬 不行不行 露露 我现在需要帮助 对不起我不提公开服务 请您独立面对困难 那好 我就和反派结婚 然后放弃事业直接退休养老 让你的狗屁剧情任务全部完蛋 您求我救 险测到上次任务的奖励已发放 您将拥有三次修改翻外剧情的权限 啊 这权限有什么用啊 使用该权限 能修改影响原著发展的翻外剧情 宿主目前使用 能修改反派向您求婚的相关内容 立刻使用 第一 在外剧情修改中 进度百分之五十八 进度百分之八十九 进度百分之百 修改成功 啊 阿格斯大人 怎么回事 我刚刚在想什么 怎么觉得脑子一片空白 对了 我刚刚和阿伦德尔侯爵赛马赢了 之后来找贝尔克伦 后来 阿格斯大人 我就知道您一定会赢 有您教我骑马 我一定很快就能学会的 一场比赛就能让贝尔克伦认清我才是靠谱的男人 足够了 放心 我一定会让你成为受力大赛最闪耀的女人 啊 这又是什么鬼剧情啊 谢谢你 管他的 反正不是求婚就行了 从马场出来后 阿格斯先行离开了 只有男配乔姬像只跟屁虫 甩也甩不掉 后爵大人 您一定很忙吧 不用特地陪我 我自己四肢逛逛就行了 拜托都离我远远的笨 我是真怕折瘦啊 不怕贝尔小姐笑话 我只是个挂名后爵 现在连自己的领地都没有 还不如贝尔小姐呢 也对 圆珠洲南配乔姬作为国王唯一的私生子 虽被授予侯爵之位 却没有实权 贵族们都看不起他 为了实现母亲的野心 他与反派阿格斯狼狈为奸 最后被男主一网打尽 惨死在做梦都想得到的王座上 做人啊 还是不要太贪心 现在国王好吃好喝 供着他们母子俩还不够吗 那像我 为了活下去 时刻都在绸缪 吃饱上蹲 担心下蹲 快让开 别打路 小心 他刚保护了我 侯爵大人 您没事吧 刚刚那辆马车太危险了 我没事 谢谢你救了我 戴小姐 侯爵大人 别说笑了 我是真心的 贝儿小姐 我母亲和我都非常喜欢你 如果你愿意嫁给我 我一定会珍惜你 你们这些男人 哄骗女人的招数 都是一个老师交的吗 能不能换点新鲜的 很抱歉 侯爵大人 我刚继承爵位 没有嫁人的打算 并且以后也不打算嫁人 我会招许入赘克伦佳 招 招赘血 他疯了吗 帝国根本没有女人敢这么想 我知道以侯爵大人的身份 肯定无法接受入赘 所以 请你以后不要再对我说这种话了 这是什么地方 好壮观的建筑啊 比起皇宫毫不逊色 这是教廷在帝国设立的神殿 贵族可以自由进入 想进去看看吗 原来 这里就是神殿啊 我们格纳斯领地只有教会呢 听说 想要新建神殿 必须得到教皇的首肯 远之中的教皇 神秘而强大 传闻它能够传达神谕 令言未来 不知道它是好是坏 啊 习惯 可那辆很冲直桌的马车 居然出现在神殿门口 贵二小姐 这是花神弗洛拉 传闻它一手创造了这个世界 并拍下神使 世代守护 花神的神使被称为圣子 得到圣子之力的国家 将获得主宰整片大陆的力量 啊 这么厉害 圆柱里一点都没写呢 他们和外面的平民一样 也是在祈祷吗 是的 传说花神大人 会实现虔诚信徒的愿望 所以大家都在虔诚地祈祷许愿 那么 你也相信神是万能的吗 侯举大人 系统的出现 曾让我一度相信有神的存在 但后续发生的事 就让我觉得神也并不靠谱 这次 我就不会在一步小说里举步为奸了 神是神圣 且无所不能的 贝尔小姐 万万不可置疑全力 这是对花神大人的大不敬 无论小花神大人许下何种愿望 都能实现吗 当然 啊 花神大人 请赐我花不完的金钱 贝尔小姐 向花神大人祈求钱财 未免太用俗了 所以花神大人实现不了了吗 都 当然不是 只不过身为贵族 你最好换一个和身份匹配的高尚愿望 那么花神大人 请让我的父亲活过来吧 清醒一点 死人怎么可能复生啊 侯爵大人 你看 神并非无所不能 嘘 贝尔小姐 这话如说被叫停的人听到 你就要倒大霉了 教皇命相 需要处理吗 竟敢质疑神的能力 这小家伙 倒是头一个啊 去 查查他的身份 抱歉 贝尔小姐 国王陛下突然召见 我接下来 不能陪你了 没关系 侯爵大人快去忙吧 这会儿终于要走了 贝尔小姐 等到树雷大森每天 我一定会为你迎向神圣奖章 让你成为 帝国最耀眼的女人 这话 怎么听着这么熟悉啊 据说 曾有位贵族 将夺得的神圣奖章赠予心爱之人 两人因此步入婚姻的幸福殿堂 自那以后 贵女们将神圣奖章 视作爱情的象征 而男主希尔 会在树立大赛 为女主海地夺得奖章 加深彼此的感情 呃 身后我的任务就是 在那时候作为路人 给女主制造危机 增加男主希尔的难度 没错 你对本次任务了解得很透彻嘛 至于想从男主手上强左奖章的反派和男配 注定白日做梦 客伦伯爵 请用 黄氏大餐 全是我喜欢的东西 啊 谢谢 被叫伯爵 看见真好啊 嗯 这就是权力的味道吧 哎 如果反派boss不在就更好了 半点吃 别噎着 阿格斯大人 你要不要过来一起吃 喂 我就随口一问了 喂 怎么不吃 这桌全是我让人根据你的喜好安排的 我和胃口梦 嗯 这就吃 吃吃吃 嗯 嗯 如果你喜欢 等你回格纳斯 我把厨师送过去 不不 这就不必了 不知道 还以为你往我身边按插眼线呢 说起来 这次和基姆斯破脸 回家肯定要肃清伯爵府 我得找个天神保镖 阿格斯大人 我今天想去一趟奴隶市场 您能带我去吗 奴隶市场鱼龙混杂 您一个贵族小姐到那里很危险 不是有您在吗 嗯 你就带我去嘛 你觉得我会吃这一套 是 错 忘记她讨厌女人了 哼 不去就不去 保证你会寸步步离跟在我身边 我就带你去 主人 主人 买我 客人 别走嘛 这就是奴隶市场吗 好混乱啊 我早告诉过你 这不是贵族小姐该来的地方 现在才知道怕了 不 有您在 我一点也不怕 还有什么能比反派更危险啊 好 是吗 那从现在起 一刻也不要松开我的手 否则我不能保证你的安全 非 非要牵着手吗 你们都没吃饱饭吗 给我往私里打 再打下去 要出人命了吧 真可怜啊 少管闲事 对方可是贵族 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两名战俘 当街冲撞了贵族 正在受罚 他们下手也太狠了吧 这样打下去会死人的 帝国法律只为贵族服务 拥有特权的贵族 无论当街杀死平民还是奴隶 都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生命不是二戏 怎么能说此见他 万恶的经济主义 哥哥 对 对不起 秦米尔 我没能保护好你 我不怪你 是我太无能了 是我拖累了你 好一个兄弟情深啊 来人 看掉他们的手脚 扔到山上喂狼 住手 停止你的暴力行为 明明叫他不准松开我的手 这个不听话的女人 小美人 你是哪位 我是贝尔·克伦 克伦家 早听说克伦伯爵有个长相十分漂亮的女儿 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少废话 你开个条件 怎样才能放过那一对兄弟 小姐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如果 我非要管呢 既然克伦小姐非要插手 不如 你陪我一夜如何 只要你跟了我 我就放过这两个奴隶 我如何 疼疼疼 快放开我 你胆敢捧她一根好毛 我最拟断你双手 原来是拉萨姆小公爵 我不知道这位小姐是您的女伴 请饶恕我 就算我不是她的女伴 你也不能出言不信冒犯我 太不尊重女性了 是是 克伦小姐教训的是 不是有拉萨姆小公爵撑腰 我早削你了 你是他们的主人吗 是的 克伦小姐 他们是我刚买下的奴隶 善良的小姐 请您救救我的弟弟 我弟弟还小 求您救救他 好可怜啊 反正我要买仆人 摔手买下他们两个也不是不行 我要买下他们 你开个价吧 你要买他们? 就当日行银上 反正国王白给了我不少钱 这两个人一个要死 一个半死不活 买回去大概率会成为两具尸体 何必花这个冤枉钱 阿克斯大人 很抱歉 我就是想买下他们 随便你吧 从来没搞懂过贝尔克伦的想法 如果克伦小姐想买下这两个奴隶 请支付一金币 一金币 他怎么不去抢啊 德米特大陆 奴隶十分低贱 价格在一个铜币到一银币之间 可伦小姐别嫌贵 那个年长的奴隶 他曾是卢瓦尔王国的皇家骑士长 哼 阁下竟然这么识货 为什么还要往死里打他 谁让他们顶撞我 我们贵族就是至上的 一根头发也值千金 你真想买的话 这钱我来出 不必了 这件事请您不要插手 阁下的意思是 贵族身上的一根头发丝 都比这两个奴隶值钱 对吗 自然 奴隶怎么能与贵族相提并论 太好了 干 这是我的头发丝 我也是贵族 我要用这个跟你交换那两个奴隶 零钱你就不用找我了 这 什么 他还真敢说 埃格斯大人 刚刚这位阁下说贵族的一根头发丝 比两个奴隶值钱 没错吧 嗯 没错 那是比喻 没说能用头发丝底钱啊 我头发都拔了 你知道有多痛吗 难道你想耍烂 拔头发很痛 嗯 超痛 看来 价钱要另外抗了 伤害贵族可是重罪 阁下若想私了 交出那两个奴隶 再拿一百金币补偿的 这事就算了 什么 啊 阁下可要想清楚 毕竟 我会为贝尔小姐撑腰道士 拔头发可痛了呢 可伦小姐 这是他们的卖身器 请说好 好的 谁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茶 我这不吃到嘴了吗 以后我就是你们的主人了 你们愿意效忠我吗 小姐 我们会做牛做马 报答您的恩情 母亲 父亲 我见到女神大人了 我见到女神大人了 小姐 哥哥他会死吗 阿格斯大人 已经让皇师第一师赶过来了 别担心 从没有贵族会为奴隶治疗生病 任他们自生自灭就行了 阿格斯大人 您这种反派思想很危险啊 反派 原来你一直把我当坏人 您误解了 您多次帮助我 我怎么会把您当坏人呢 原助理你就是反派大boss吗 克伦伯爵 艾德医师来了 艾德医师 是非常厉害的治疗洗魔法师 也是国王陛下的御用医师 原来是位大人物啊 请问哪位大人受伤了 不 是我的仆人受伤了 请您快替他们治疗 仆人 火鸡火鸟把我找来 竟是让我堂堂皇室医师 为下面的仆人治病 别愣着了医师 快帮床上那位先看看 好的好的 小姐 如果下次我生病 你会不会也这么着急 什么 不会的 艾德斯大人您这么强壮 不会生病的啦 所以会还是不会 会 会的 很好 让开 别在这里碍事 我先为患者处理伤口 我 请等等 医师 您要干嘛 火烧魔法用于止血 可以防止伤口感染 这把火烧上去 直接把伤口烧成烂肉 还指什么血啊 艾德医师 我的仆人不需要您的治疗了 您请回吧 好的小姐 一个下的人 就不应该大费周章治疗 小姐 您不是答应要治好我哥哥吗 我真是看错您了 您不是女神 也不是一个守性之人 注意你说话的态度 果然是小孩子 一点都沉不住气 我有说不替你哥哥治疗吗 什么呢 你还打算管他们 搞定 你这是打算做什么 这是我做的简易酒精提唇装置 能有效避免伤口感染 酒精完全没听说过 你真的治好我哥哥吗 从没听说过 有哪个贵族小姐精通医术 她不会乱来吧 我不能保证治好你哥哥 但我会尽力而为 从现在开始 每隔一会儿就用干净的手帕和冰水 为你哥哥擦拭身体 能做到吗 可 可以 你从哪儿学来这些的 会闻所未闻 这 这是 克伦家族初代家主 手札里记载的内容 你也知道 三大家族曾经共同出海探索新大陆的 克伦家初代家主 用尽毕生时间撰写出海见闻 其闻易事 其中就有防止伤口感染的方法 两大帝国目前位于德米特大陆 人们从未见过大陆外的时间 我这样编故事 不会被识破吧 原来如此 智唐法师有八九和克伦家的手札也有关系 铺下拉萨姆家族 拉萨姆家族出海回来 并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信息 反而为族人带来诅咒 使族人成为嗜血怪物 如果能看看克伦家族的手札 也许能知道 拉萨姆寒海期间遇到了什么事 找到破解诅咒的办法 那样我就能和贝尔克伦结婚生死 阿克斯大人 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你有话对我说吗 没有 现在不能贸然要求 否则贝尔克伦会误会我 抱有目的的接近他 教皇面下 卢瓦尔王国的皇太子 在奴隶市场被人救走了 哦 知道是谁做的吗 查尔曼帝国格纳斯领地的女伯爵 贝尔克伦 同时她也是当天在你面前 亵渎花神的人 原来是那个小家伙 有趣 我往我从弗莱帝国来死一趟 神的预言被打破了 必死无疑的圣子死而复生 嗯 这个世界 终于散发出不一样的花香了 小家伙 看来我得亲自会会你 弥尔 父皇 你已经长大了 要学会自己面对困境 阿兰多公爵会保护你离开 不 父皇 您跟我们一起走 听话 弥尔 你是卢尔瓦王国的皇太子 是这个国家最后的希望 皇太子殿下 来不及了 恕我无礼 父皇 不要 父皇 我来换药了 小姐 你哥哥的情况怎么样 中途醒了一次 按您的吩咐 给他喂了水和食物 退伤了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谢谢你 小姐 如果不是您 我和哥哥已经丧命了 好好活下去 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